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是一个很错误的事情 但是在讲这个之前我们讲一下阿克马 很多独有问我 像有一个老婆因为发牢骚 因为诅咒 因为埋怨 他生气阿克马在自己的修车场 讲这个阿克马迟早给天收 迟早给人枪杀 然后他就给警察调查了 阿克马拿刀拿剑 武士刀那个看起来是日本的武士刀 真正的武器就这样子拍照放上网 竟然没有任何的事情 警方可以公然的跟你讲 因为没有人举报 所以我们不可以调查他 意思是即便他有错 没有人举报我们就不会调查 警方这样子讲是完全错误的 有看我们直播的独有都知道 警察法令里面清楚有讲 警方是可以自己去采取行动的 而且一向来 警方看到错事都会自己去采取行动 那为什么阿克马的案件并没有 而且阿克马之前煽动去背歌 KK Mark这些是有人报案的 可是他还是没有受到对付 所以一个包庇的情况是很明显的 很清楚可以看到的 但是双重标准 其他人很快就被抓 那个六个月青年 被关六个月两个青年 现在在坐牢六个月 去围堵他们的还是没有事情 阿克马还是没有事情 这个老婆光束就给警察扣留了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错的事情 讲回阿克马 我之前爆料有独有大哥跟我讲 其实在巫统最高理事会里面开会 阿克马是被训斥的 虽然最后他们的文告出来 是讲我们力挺阿克马 可是我们一致力挺阿克马 我的直播是不是跟大家讲 其实巫统里面绝对不是一致 里面有人骂阿克马 里面有人甚至想要开除他 只是因为这个事情搞到太高了 我们不可能现在说 我们不要捍卫伊斯兰 然后这件事情我们不追究 不可能 所以他们在外还是要力挺阿克马 你看现在被认证了 帮莫达沙巴州乌统主席就讲 其实在理事会里面 我们有叫阿克马停止这件事情 证明我们我的消息来源是很准确的 我们贴粉大哥给的消息是很准的 所以这一点是我之前已经分享过了 那回到阿克马 阿克马举箭有我们马来西亚政治人物 这样子公开举一个杀伤性武器 然后放上网络 在我印象中阿克马是第一个人 乌青团长有举箭 这个是很正常的事情 可是他们举的不是这样子公开 是在自己闭门的活动 而且他举的箭是象征意义的箭 不是真正这个戾气 他们举的Chris马来箭 如果你要打枪 你不可能拿Chris去打枪 就是这样简单的事情 你要杀人不可能拿Chris去杀人 这个是一个象征意义的东西 像凯里像Hishamuddin都举过箭 可是他们举的是象征意义的箭 然后是在自己的活动 在闭门场合 阿克马是举这个长长的武士刀 真正杀伤性的武器 然后放在网络上 还是这样子风口浪尖的时候 结果没有任何的事情 所以马来西亚的沉沦 是因为执政者不作为 执政者双重标准 执政者不去做事 这一点大家必须要清楚看到的 而且阿克马被选上乌青团长的时候 大家还记得吗 我的直播当时就讲 阿克马在乌青团大会的时候 是有举荐的 但是全国媒体没有一家报道 没有一家highlight这个事情 有看我那场直播的独有 我现在变成 把这些大家不知道的事情 分享给大家的一个自媒体 我不是新闻网站 但这些东西大家都不去报道了 为什么 只有两个原因 第一是他们自我设限 我不敢去报道 我怕得罪 我怕被对付 所以我自我设限 第二个就是政府施压 就是如此简单而已 所以不管是哪里 都是我国马来西亚 这个言论自由新闻 自由风气 大幅度限缩的情况 所以你想一下 在一年前阿克马做 乌青团长的时候 我就说他也在举荐 而且他是 以非常不对的方式来举荐 大家可以看回去那场直播 我在这里就不重复 那现在又印证 又又又又 又印证回我之前所讲的了 所以必须要明白 但是阿克马他没有再纠结KK的事情了 他也不会退 就是我之前分析给大家的 在元首出身了 然后控上了法庭之后 这个案件肯定他不会再去炒作 但是之前已经炒到这么高了 大家的怒气 人民之间的愤恨 已经被炒作起来了 这个怒气 这个愤恨要下滑 是要很长一段时间 所以这种过激的行为 还会延续一段时间 你看是不是完全被说中 KK Mark已经第三间被抛弃 有单 连古镜都中 关丹古镜 然后霹雳已经三间中了 然后各种 还有人去拍 把面包捏坏 把chocolate捏坏 你看这个已经变成 他不是杯葛 他去破坏了 为什么 因为你把这个仇恨情绪炒起来了 这就是为什么我说不应该去鼓励杯葛 你可以讨厌 你可以自己杯葛 但你不需要去号召别人杯葛 我可以讨厌你 我自己讨厌就可以了 我就是论事就足够了 我也不会因为讨厌你 我就针对你 我就骂你 我们还是要就是论事 但是如果你讨厌一个人 你要把他宣传 要让所有人都来讨厌你 你要去党同伐异 这个是贱人 我直接讲 是古代这种贱人才会做的事情 所以大家不要做贱人 这个是讲KK Mark 我们先讲一下阿克马 因为很多独有也有问我 那我们讲一下伊党不杯葛 其实伊党现在想要走开明路线 你看哈迪阿旺也很低调了 其实伊党一直在前线发生最极端的 就是哈迪阿旺 那现在哈迪阿旺 当然也因为他年龄的因素身体的关系 都交给Samsuri来发生了 他也是未来的领导人 你看吉打州的大臣Sanusi 现在也没有说这些很争议很极端的话了 因为Sanusi就是选举动物 他在选举的时候 我们骂过Sanusi很多次吧 他是选举动物 我之前就讲过了 他知道选举要讲什么话 那现在不需要选举 他就不需要去讲这些话了 所以整个伊党包括国盟 他们都认知到要去争取开明选民 他们在保守选民这一块是很稳固的 我们要有蓝海计划了 红海我们已经赢得七七八八了 我们要蓝海 要菲穆斯林来支持我们 所以在这个事情之上 回教党他没有跟随 背后的背景是如此 之前也有分析过给大家 那回教党你看 冷静处理 雪州伊党 再早一点 我从第一个 你看 PASS讲 不会加入 VCOT的行为 我们这里要给PASS一个很大的credit 我发现完全没有人称赞PASS 变成PASS做对的事情 你不会称赞他 你不会给他鼓励 OK很好 继续做 就像一生拿一百分 我会鼓励他买糖果给他吃 带他去玩 所以我说你做得好 你做得不好我就会骂你 你做得好我就会鼓励你 然后给你好处 那你才会知道吗 但是PASS做好事 没有人会去鼓励他 不会跟他说是对的 但是他做保守的事情 你就会骂到他悲天 那其实既然是这样子 我为什么还要做好事呢 所以这个PASS 我为什么要把这个新闻截图上来 你知道这一个人是谁吗 这一个人是阿玛雅雅 是回教党的长老会 长老会的主席 或者是会长 就是宗教师理事会 不叫长老会 宗教师理事会的主席 以前是由Nik Aziz执掌的位置 这个人在老独有有看我直播的 就可以知道我在前一两个月的直播 我还有清楚点名骂过这一个人 为什么 他当时讲的话是 骂Fadrina 说你叫食堂关门 是不应当的事情 然后有羞辱我们穆斯林 为什么应应要叫他们开 不给他们关门 没有人来吃我们就关门 他挑起这个事情 回教党没有挑起 他自己去挑起 他以个人的名义 在国会这样子发言 当时我是骂到他飞天的 你看同一个人 在一个半月之后 他说我们不要去杯歌KK 这件事情 我们不应该去上纲上线 你要知道以政党 他以政党的形式来发言 说我们不参与杯歌行动 是阿克马发起杯歌行动之后 唯一一个政党 第一个政党这样子做 当时阿克马说要杯歌的时候 诚信党是加入到里面的 公正党是明哲保身的 行动党是骂阿克马 可是他说阿克马过火 你不要去上纲上线 可是他没有针对 主要针对这个杯歌行动 是到回教党这样子讲的时候 诚信党才悠转 行动党才出来 说像余立文的助理 余立文的助理说 我们一人十元去挺KK 这个都是在回教党之后 所以回教党成了一个风向 要他这样子讲这样子做了 诚信党这些公正党才敢这样子做 所以大家应不应该给回教党一个成赞 所以回教党在这一点之上 我们是应该成赞 有独有问我 红律师回教党是不是现在 应该叫哈迪阿旺去KK马买东西 我说也不用这样子做 你这样子就是演戏的成分比较大 也不需要这样子做 不随无亲其武 伊党不抵制KK马 其实在这个阿曼亚亚发生之前 雪州的伊斯兰党 很早的时候 3月27号 一个礼拜前就已经呼吁大家冷静处理了 不要去政治化这个袜子的事件 所以回教党在处理这件事情之上 我们要给他credit了 处理的非常之好 你看我特地highlight起来回教党讲的话 其实就跟我在我直播所讲的话 是一模一样的 这个不是故意为之 然后不需要去上纲上线 就是如此简单直白的东西 所以这一点我们要给回教党credit 对的事情我们要称赞 错的是要骂 就是如此简单而已 所以阿曼亚亚我之前才骂他 你看现在我又回来称赞他这件事情 就是如此 所以这一个是我先要讲给大家的 然后第二点我要进入的是 回教党在尝试走开明路线 不止不得到称赞 还给这些开明 本来应当属于开明的支持者 开明的基本盘 也就是华人来摸黑 被西蒙支持者 被这些华人摸黑成 回教党是KK KK是回教党的金主 所以他们才不背歌 这个事情是左手歌 我直接讲左手歌 有在看我的直播吗 我们其中一位大名人的贴分 我这个标志 就是左手歌画给我的 马来西亚很著名的漫画家 左手歌在WhatsApp来问我 洪律师你看这个在WhatsApp 传得沸沸扬扬 KK是回教党的金主 所以西蒙才不挺他 所以才放任巫统来搞KK 所以回教党才会帮KK 这个是对的 这个说法太过太过恶毒了 完全就是无中生有 把回教党不跟风起舞 这一件好事 讲成是为了利益护短 你先抹黑回教党 是因为KK有给他钱 所以回教党帮他 你把他的好事 讲成是坏事 这是第一点 更重要的是 更让人感到恶心的事情是 你竟然把 不帮KK恶意攻击KK 恶意对付KK 这一件天大的坏事 讲成因为他支持回教党 他是回教党的金主 所以我们可以默许这样子的事情发生 你讲你讲这番话的人 你的道德标准到底有多低落 你只要支持对方 那我就可以挖你 我就可以抹黑你 我就可以让你的生意倒闭 我就可以针对你 这样子的想法 这样子的人做了政府 或者是作为政府的支持者 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事情 你合理化对KK的攻击 和对KK的恶意 就只因为他是支持回教党 所以这个是完全完全不能接受 不止毫无逻辑 而且是完全错误的事情 有看到这样子的谣言 这样子谣传的独有 发个五 左首歌会这样子发给我 是因为这个问题 这个谣言已经传得非常广泛 弄到马来西亚人都当做他是事实 来这样子宣传 其实任何人都知道 KK的老板我见过 KK的老板也有看我们直播的 我不敢讲他是铁粉 但是我在一个婉言上有遇到他说 洪律师他开玩笑了 他讲你每天帮军跳打广告 为什么不帮我打 真的 我有一说一的 但是他是开玩笑讲的 他也不是真的要在我这边打广告 只是讲你每天帮军跳打广告 为什么不帮我打广告 Dato Go也在旁边 美姐好像也在旁边 我有一说一的 其实KK任何人认识KK 认识知道KK老板 都知道他一向来是倾向联合政府的 而且在这件事情 我收到的消息 我感受我收到的消息 都是八九不离十的 我也每次都有分享给大家 这件事情发生之后 KK其实第一时间找联合政府帮忙 我们是无心的 拜托你们来帮我 拜托你们来框振风气 不要让我这样子被针对 不要让我这样子被摸黑 但没有人愿意出来帮他 除了张庆兴 我之前有讲 写了一个很长的文章 骂阿克 然后行动党 有很迟了之后 在大概事情发酵了一个礼拜 才出来发生 其实并没有什么声援KK的行为 那KK在没有办法之下 他没有去找回教党 他去找马华 因为马华是华人的政党 然后马华是最积极捍卫KK的 这一点大家可以清楚看到 这边要给马华credit 马华因为捍卫KK给巫统骂到半死 给马来同胞针对 魏家翔 张胜文 他们的Facebook专业下面 都给马 很多人去攻击 很多人去骂马 所以这一点要给马华credit 马华有赞出来力挺KK 而且是赞到很前 包括KK被控伤法庭 马华的高阶政治人物 也有出席 去出庭现身表达支持 所以你说KK Mark是回教党的金主 KK Mark是倾向国盟的 这一点根本是完全说不过去 你说他倾向马华 根据事实来看还有可能 但是马华现在是联合政府的一员 而且像我所说 你说华人会在之前去支持回教党 根本就是完全说不过的事情 甚至有人摸黑说 他的老板KK是回教徒 为了合理化这些行为 为了我们不要声援他 来合理化 你没有去帮助这些被抹黑 被攻击的人 你可以这样子去污蔑他 这个是完全错误的事情 那为什么会有这一个风向 我也顺便讲一下 因为我相信大家有看到这张照片 是陕西有穿KK Mark的衣服 在旗打州活动的时候 有穿KK Mark的衣服 所以就讲 就摸黑城 他是回教党的金主 其实是KK Mark在那边开店 他一定要跟这个政府合作 不然政府不给你 这个permit你就不可以开店了 华人他们只针对回教党 所以看到这张图片 就去捕风抓影 就去农场文 去做这些假新闻 来摸黑KK 但是其实这些人没有发现到 在马来人的群体 他们是用同样的方式 是攻击首相安华 说首相安华是支持KK Mark的 因为在波德森的KK Mark 开幕的时候 首相安华有去开张 有看过这张照片的 独有发个误 所以是一模一样的情况 但是就像我所说的 中间有一堵墙 两个完全相反的事情 一边讲回教党是KK Mark 支持KK Mark 因为他是他金主 另一边却攻击安华 是支持KK Mark的 所以没有出来 针对这件事情发言 看到吗 其实大家都在做一样的事情 都是在这样子 捏造在这样子带风向 所以这是我一直要提给大家的 希望大家不要为了政治利益 去颠倒是非黑白 根本没有这样子的事情 而且做生意的人 我这个也不是攻击做生意的人 我老爸也是在甘凤开杂货店的 在新春 在Extech里面开杂货店 其实有一句话讲得很对 商人无祖国 商人其实做生意 就是要赚钱而已 他现在政府是西蒙 在斯朗诺州 在Neglesian 是西蒙 你说他会公开去支持某一个政党 不会的 所以KK Mark会跟你讲 我们是超越政治的 当然他私底下会有支持的政党 但是他摆出来的立场 肯定不会倾向于任何一方 这个是事实来的 但是像我刚才所说 为了政治利益 为了去掩护西蒙 没有来帮KK 这个是明眼人都可以看到的 在为KK Mark发生这件事情上 很缓慢 直到援手发生 首相安华 Zahid这些人才敢出来 降温这一件事情 太过慢了 整个事情已经延烧到很高了 这个我们之前已经讲过的 你为了合理化他们这个错误 为了合理化他这个行动辞缓 你捏造一个事实 这个是多么卑劣的情况 所以希望这一点大家看得明白 那好 我就短短的讲一下 不继续讲下去了 这个时间也不足够了 已经一个小时16分了 那我们休息一下 不继续讲下去了 不继续讲下去了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不继续讲下去了 请不继续讲下去了 不继续讲下去了